各位西伯来语爱好者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简单动词 或者用行话来讲叫做 就是这个东西 一会儿再讲它为什么 我先延续上回的话题 把上回说完 为什么我说西伯来语很简单呢 还有两点 第三点它没有进行识 其实你要翻译成英语 既可以翻译成I write 也可以翻译成I am writing 具体是哪种呢 你要根据上下文来看 它没有进行识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下一个 它没有完成识 没有完成识这一点 是在哪体间的比较神迹呢 是在虚拟语气里 这个虚拟语气呢 咱们知道 比方说如果你在英语里 你对现在虚拟 你要用过去识 你对过去虚拟呢 你要用过去完成识 但是西伯来语里没有这个 它没有过去完成识 所以也就是说 你说一句 当然它的语法变化呢 和英语是一样的 都是要退一级 但是呢 既然它没有过去完成识呢 也就是说 说完一句虚拟语气 其实你不知道 它是对现代的虚拟 还是对过去的虚拟 这个呢 只是希望大家 有这么一个印象 虚拟语气 我估计咱们要到 很晚以后才会讲 那么咱们现在来说一说 这个简单动词好了 简单动词 为什么又叫 AINVAB和AINYOU的动词呢 AIN代表什么 AIN代表发A的音 而VAB和YOU的呢 是在它们不定识里 有可能出现的两种 比方说这个词 这个词呢 这是不定识啊 叫做LAGOUR LAGOUR LA是不是发的AIN的音呢 然后呢 这中间有一个VAB AINVAB 这个 LAGOUR LAGOUR呢 LAGOUR是唱歌的意思 LAGOUR是居住的意思 LAGOUR是唱歌的意思 那么LAGOUR你看也是LA 所以是AIN 然后 这个 中间的YOUD 所以是AINYOUD 这叫AINVAB AINYOUD 这一类动词是长得差不多的 但是 它们是最简单的 你看 它们的难单形式 就两个字母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 动词类型了 所以 有人也管它叫简单动词 那么 现在来说说它的 现在时的四种变化 比方说LAGOUR LAGOUR呢 GOUR GOUR是 难单 GOUR GOUR 女单 GARIN GARIN 男父 GALOT 女父 大家还记得吗 KOTEF KOTEBIT KOTWIN KOTWOT 这个跟KOTEF呢 哪有点区别呢 就是 女单的时候 KOTEF呢 辨女单是在后面加一个T 它是在后面加一个 HAY GAR 所以 它的动词和名词 有时候是相通的 所以 我上回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 一个名词啊 你要看它最后 如果是 HAY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 如果是HAY 而且 最后一个音节 还发的是A的音 那么 这个东西 多半就是 女单形式 动词 动词是这样 名词也是这样 GARA 就是这样 咱们再来看这边 不看不定式的话 其实它两个的变化 是非常像的 SAR SAR 就是 男单的唱歌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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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 双遍来提一句吧 你说这个字叫唱歌 那西伯来语里 GAR叫什么呢 GAR就叫这个 叫这个 叫SIR 有些地方呢 也叫SIR SIR 这个 作为GAR来讲的时候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呢 作为另外一个意思来讲 是有一些区别的 叫做SIR SIR SIR这个词 那么SIR 其实就是Poim的意思 而SIR SIR 就是Poetry的意思 这个具体什么区别呢 大家自己去体会 总之呢 SIR 和 La SHIR 明显 是有 这种 有关系的 是吧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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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a SHIR 这个动词的 动名词形式 但是这个 现在大家可能还不能接受 那么大家 就先 把最基础的 记住 什么最基础的记住呢 就是 四种的 就是 四种的 现代式的形式 和这个动词本身的 不定式形式 La Gou Ga Gara Garim Garot La SHIR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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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 你去以色列 别人可能会问你 说 Efo Atem Garim 你们住哪啊 你要是像我一样 住在宿舍的话 你就要告诉他 Be Meonot Be Meonot 我住在宿舍 但是 比方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 给大家讲过 那个特指 特指是什么 特指是在 名词前面 加上一个 Hey 也就是说 我特别想说 Be Ha Meonot Be Ha Technio 是吧 但是呢 西伯来语里 没有Be Ha 这种东西呢 它直接 就变成一个 叫做吧 所以你就要告诉他 Anne Gar 或者 Anach Nu Garim Be Meonot Be Technio 就是 特指 在Technio 的宿舍 这个又是 给大家小小的 复习理 想让大家 把Meonot 这个词背下来 下面呢 既然是一类动词呢 我再给大家 举几个例子 这个 Lakum Lakum 请大家告诉我 它的男单形式 对 就是 Kam Kam 那么 女单 Kamā 男父 Kam 男父 Kamim 女父 Kamot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是 起的意思 Rise 所以也就是说 起立 起立就是 Kam 这个词 然后早晨 起床呢 也是Kam 这个词 它 基本相当于 英文里的Rise 大家可以这么记 R-I-S-E 然后这个词 这个词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这边 在它右上角 点了一个点 这边是左上角点这个点 大家还记得 这两种怎么区分吗 请大家念一下这个 对 这个叫Lasim Lasim呢 就是 Put 放置的意思 Lasim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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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没什么好说的 再来这个 这个词有意思 这个词叫做Latus Latus是什么呢 Latus是飞 准确说 是坐飞机的飞 Latus 那么 Tas Tasa Tasim Tasot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个词 最后 来了一个 这个词 这个词呢 叫做 不然你先念一下吧 这个词叫Lavo Alif 不发音 Alif呢 如果它在结尾 而且 没有音标的话 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不发音的 就是你发现一个 一个词的末尾是Alif 那么那个Alif 往往不发音 这个词也是这样 Lavo 那么它的四种 现代式的形式是什么呢 注意 不是Va 而是Ba 中间有一个点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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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Ba Ot Lavo 说了 Lavo是来的意思 就是 Come To come 比方说 Matei Atem Ba In Le Israel 大家听得懂吗 Matei Atem Ba In Le Israel 就是你们什么时候来到以色列呢 其实这个话不准确 这个话 口语里可能会说 其实这个话不准确 因为它是用 现代式说的 而正确的呢 还是应该用过去词来说 叫做 Matei Ba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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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但是这个咱们暂时先不理亏它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回去以后呢 把这六个简单动词背下来 然后呢 树立信心 就是知道西伯来语呢 它是一门很简单的语言 你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用这几个词造一造句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现在已经看见了 感谢观看